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成功的把这颗卫星给送入轨道了 另外再来看美国有一名电竞业界的知名直播网红 靠着每个月的月费竟然能够月收入赚进3000万的台币 还有再来看印度有两名妇女在警方的保护之下闯入神庙来祭拜 结果竟然让不少的保守派气到上街来抗议 甚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而详细内容稍后我们都会有完整的报道 那么首先再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个月二号扬言说不排除要武力犯台 两天后他更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 首次为解放军来发布开训动员令 而且明令全军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如此接日连三的动作似乎透露了 已经在为武统台湾进行备战 习近平四号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一号命令 本来是一年两次的例行性会议 却因为这句话变得格外敏感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习近平讲完被解读为武统台湾的谈话后 隔两天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 首次为全军开训 各项工作和建设 各方面力量和资源 都要聚焦军事斗争准备 服务军事斗争准备 推动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新年开训却仿佛进入备战状态 有福建特战武警在类似台湾的 峡谷丛林地形进行翻空演练 也有西藏和新疆部队 在恶劣天候下展现中国坚实战力 但最近共军这款对台作战的主力导弹 却被质疑牛皮吹很大 法国海军上将帕祖克直言 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 以纯粹弹道方式要打击移动中的航母 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吐槽中国 如果东风能反舰 中国根本无需研发航母 但不论军力有没有碰红 习近平聚焦军事斗争准备 台湾恐怕没有隔岸关火 静观其变的本钱 三零星为上的报道 中国不只对台湾步步进逼 现在也积极展现对太空探索的雄心 日前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登陆月球了 这也写下人类史上第一次 在月球的背面登陆的创具 不少人都在看 现在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 成为太空探索的新霸权 这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月亮 将近60年来 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多次完成登月人物 但人类看不到的月球背面 直到1月3号 才终于透过嫦娥四号 揭开神秘面纱 嫦娥四号探测器 长额四号的太空创举引发全球热议 不只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 回传地球 月途二号巡视器 更为月背探索跨出一大步 由于在月球背面 讯息无法回传地球 成为探索最大挑战 中国在去年5月 发射雀桥中继卫星 解决通讯中断问题 并且在月球最古老的撞击坑着陆 希望借此了解月球起源和进化 领先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揭开月球探索新篇章 并预告2020第三度前进月球 目标可能就是太空人登月 届时势必掀起另一波太空竞赛 三级新闻上的报道 反观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 却似乎就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北韩驻意大利大使金船 举家叛逃 让金正恩颜面无光 因为这个北韩驻意大利大使 他的职务非常重要 不只要向联合国的粮食总部寻求援助 还要帮金家一家人代购一大堆的欧洲名牌 甚至是奢侈品 也然是金正恩他在欧洲的窗口 现在外交官大搞失踪 不排除金正恩将会再次发动海外猎杀 狂放烟火或是跳舞狂欢 北韩迎接2019不手软 跨年晚会跟国际都市有得比 新年新气效 领导人金正恩也换上全新造型 然而2019年才刚开始 金正恩恐怕非常不开心 因为他上任以来 首度有大使级高官叛逃 北韩驻意大利代理大使曹成吉 惊传消失无踪 连老婆也人间蒸发 조성길 대리대사가 지난해 11월까지 근무했던 南韩中央日报报道 曹成吉卸任之后 街道要回北韩的命令 因此心神不满 向当地政府寻求庇护 不过意大利否认到底 专家担心脱北者留在家乡的亲友可能小命不保 难道曹成吉不害怕吗 原来他是北韩高官之子 含着金汤池长大的精英阶级 后台强硬 小孩早就接到身边照顾 根本不怕金正恩下达追杀令 前北韩住英公使泰永浩 声称为了儿子前途着想 2016年宣布脱逃 投奔南韩 随后自处爆料金家密新 让金正恩很不满 频频隔海呛杀 另外1997年北韩驻埃及大使 也神不知鬼不觉带着家人逃亡美国 北韩外交官透过外交豁免权 走私象牙 毒品 方金正恩 占进大把外汇 这次曹城级脱逃 事情更大条 因为他宛如金正恩在欧洲的窗口 不但要帮领导夫人李雪主 添购意大利品牌新衣 帮忙进口英国游艇 连金正恩引以为傲的 北韩马锡岭滑雪场 从铲雪车 滑雪板 饭店咖啡机 到红酒 通通Made in Italy 另外还要跟位在罗马的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 寻求人道协助 压力多大可想而知 尽管金正恩贸似走向改革开放之路 但北韩内部极权压力 还有政治斗争 随着精英分子拼命冒险叛逃 再度浮上台面 小林新闻 陈金国导 您还记得纪录片 雪色海湾里头的惨况吗 现在可能又要重演了 因为日本政府宣布 将会退出国际的补金委员会 而且在今年的7月份 重启停止了30年的商业补金 这也引起了各界踏伐 因为日本无视国际规范的背后 似乎是和政治有关 因为这些补金胜地的选民 大多都是执政党的支持者 所以现在各界合理的怀疑 日本政府这样做 似乎都是为了选票考量 一头头亡命惊鱼 被带回岸上 触目惊心的画面 未来在日本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日本强势宣布将在明年退出 国际补金委员会IWC 并在7月重启终止30年的商业补金 引发各界强烈踏伐 国际补金委员会1946年成立的目的 原本只是补金国家 为了维护金权的数量 让补金工业永续发展 没想到后来却有越来越多 原本就不补金 或反对补金的国家加入 连内陆国 蒙古 瑞士都来参与咖 反对补金的势力壮大 1982年通过了禁止商业补金公约 明定自1986年开始 严格禁止商业补金 当时日本 冰岛等五国都表示反对 但反对无效 日本不顾国际规范继续私下补金 因此常在海上和反对补金的船只 频频爆发冲突 但日本多年来却以鲸豚数量 早已恢复 和保存日本传统食文化的理由 向IWC提案重启商业补金 但从来没有成功 日本就干脆经常以科学研究之名 匡布鲸鱼 根据这夸张的数字 你知我知 日本捕猎鲸鱼就是拿来食用 尽管40年来 日本鲸鱼肉的消耗已经减少了八成 但IWC规定的捕猎额度 实在是不够应付日本的需求量 日本每年猎捕大量的鲸鱼 从事捕金业的人口就有十万人左右 不管是家业还是食品加工业 或是餐饮业 一整条鲸鱼肉产业链日本规模可不小 日本一旦在2019年7月顺利退出IWC 鲸鱼肉会更广泛流通日本市面 相关从业人员也将全面受惠 各界合理怀疑一切似乎和政治有关 仅刻意义务员败 værdir teaching people estoyčaram 日本也不是IWC那就cca 还不可能 传媒在中国 Cinema 要专门的一些国家 体制作与国家 福利eres 日本执政台上的自民党官员 想退出IWC 外界猜测因为自民党的选民 大多从事农林与牧业 包括首相安倍晋三 和自民党干事长二杰俊博的家乡 都是补金胜地 因此假如不久后可以大肆补金 未来都将会反映在选票上头 日本这回选择退出IWC 尽管补金范围恐将缩小 补鱼量却不再受到严格限制 只是各界环保组织依旧看不下去 还上冲突恐怕会持续上演 三地新闻上台报道 但日本的补金历史其实非常悠久了 所以现在就算国际的反弹声浪不断 不少的日本渔船依然是借由科学研究之名 继续地来猎杀鲸豚 而这样的补金文化 其实二战结束之后 包括像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崩盘 让鲸鱼肉弥补了国内粮食的不足 之后甚至一度成为了日本的主食之一 由此可见 其实日本人对于鲸鱼肉 有着非比寻常的特殊情感 画面惊心动魄 看了令人发誓 这是一部揭露日本血腥猎杀海豚文化的纪录片 写色海湾 冒险偷拍海底卫装秘密访问 写色海湾2009年上映后引起全球观众回响 甚至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肯定 各界还因此更加关注日本猎捕海豚和鲸鱼的习俗问题 日本作为岛国鲸鱼肉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储备粮食 这样的传统早在15世纪就已经在日本十分盛行 直到二战爆发 猎捕鲸鱼成了日本的常态 二战日本侵略各国时期 鲸鱼肉顿时成了军备物资 那些年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 纷纷设立鲸鱼罐头工厂补给军队 直到战争结束 日本经济一落千丈 渔船经常以科学研究知名出海捕鲸 为当年日本雪中送炭 以来日本は生態調査を目的とした 調査方形に切り替え 個体数の多い鲸鱼を取ってきた 194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各国同意不要过度捕鲸 但鲸鱼肉为弥捕日本战后粮食不足 迅速成为主食之一 根据统计1947年日本食肉供给量中 鲸鱼占動物性蛋白质的46% 1957年到1962年间 日本捕鲸量达到巅峰 人民对鲸鱼肉的实际依赖达到70% 当时每年大约有24000多头鲸鱼 命丧在猎捕之下 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 演进商业捕鲸 但少数鲸鱼肉至今依然流通日本市面 2014年国际司法裁判所から日本 鲸鱸鱼肉完全禁止 如今鲸鱼肉一算是罕见 过去就日美统计过 95%的日本人根本没吃过或很少吃鲸鱼肉 88.8%过去12个月 根本也没买过鲸鱼肉来吃 可见鲸鱼早就已经不属于日本当代主食 但可怕的是日本非法捕鲸依旧存在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所趋 终究最无辜的依然是这些海洋中最聪明的生物 三立新闻 陈台报道 要告诉您现在去银行存钱 竟然还能够帮助宝宝来记录成长 这是日本新手爸妈非常流行的一种另类储蓄方法 也就是帮小朋友去银行开户的时候 特别存进去跟小孩体重一样的数字 甚至是包括宝宝的出生年月日 时间还有身高相同的金额也都可以存 让储蓄更有意义 大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小宝贝的一切都是父母最在乎的事 而在日本越来越多新手爸妈这样做 自从日本邮局推出这支影片 不少家长纷纷跟着笑法 帮宝宝在银行开户后 存入的第一笔金额数字 就是小孩刚出生的体重 接着再拍照上传 摄取媒体 出生体重除续在IG上 微微热门话题 除了体重 有些爸妈连生日和身高 也一并记录 像是这张照片 依序列出小孩2018年 7月30日生 出生时间在下午3点6分 体重3062公克 身长490公里 除时间记录 一时二鸟 随着存款增加 小孩也一天天长大 存折当作宝宝成长记录 回顾起来很方便 唯一缺点 就是为了印出存折上每一列 引发占用ATM太久的疑虑 而很多人爱旅游 先前就有网友流行 把存折当旅游手札 每造访一个经典就到当地邮局存入一笔钱 虽然不是每间分局都能这样玩 但有些邮局印针充分展现地方特色 像是山里县以陶子汗温泉文明 刷存折之后就看得到这些图案 超特别 各种另类的无痛存钱法 让简单的储蓄充满无穷乐趣 山里新闻陈屏日报导 好 钱可以积少成多 而卖酱油更可以赚进上千亿台币呢 中国最会赚钱的酱油集团 海天卫的股价一直独秀 市值飙上了8400多亿的台币 几乎快要追上红海集团了 而卖酱油的现在几乎跟卖晶片一样赚 也写下了黑金传奇 中国最会赚钱的酱油集团海天卫 每档广告一出都是上百亿台币营业额 生产基地位于佛山的海天卫 市值高达1800多亿 大约是8472亿台币 几乎追上台湾第四大企业 红海市值 海天卫业基光是2018年 前三季营收是127亿人民币 净利31亿人民币 毛利率是46.47% 跟台积电毛利率48.53%相比 几乎差不多 外界也比喻卖酱油好过卖晶片 中国另外两家酱料公司 也是年年逆势生长 而且好香 中国三大酱料之一的老干妈 从不打广告 从贵州一路红到美国 创始人陶碧华白手起家 作用千亿台币产值 始终坚持不上市 不要太夸 不要产服 不用职 不上市 陶碧华多次拒绝 生交手上市游说 认为是骗钱 宁可把资金用到产业发展的 还有130年历史品牌李静记 1888年 李静上发明蠔油 在珠海创立李静记品牌 一路发迹到香港 创立自己的酱料王国 如今传承到第五代 家族财力惊人 作风低调保守 李静记和老干妈一样 都不缺钱 也不愿上市 坚持自己赚钱 打拼卖酱油 创造黑金传奇 三粒新闻人一方报导 而现实版的钢铁人马斯克 他的商用火箭公司SpaceX 又有新的创举了 他们替美国的空军来看到 进行军事卫星的升空运输作业 而且成功把这颗卫星 送入轨道当中了 据说这卫星光是造价 就高达150亿台币 这次顺利升空 也成为SpaceX 第一个为国家执行的 军事太空任务 随着金融火焰和正耳遇狼的噪音 商用火箭公司SpaceX 又再度取得一次发射成功 而且这回意义非凡 是该公司为美国执行的 第一个国家安全太空任务 这次列银9号火箭搭载的 是美国军方最新研发的 GPS三型卫星 美国军方强调 这次升空的GPS卫星 精确度提高三倍 防干扰能力提升八倍 造价高达150亿台币 打从NASA因为资费问题 将发射火箭业务外包后 SpaceX的猎鹰9号四列火箭 就开始大放异彩 尤其火箭回收技术 更是一支毒瘦 从2010开始 发射成功率高达95% 回收成功率也有79.2% 所以我们失败了影片 但希望我们会 给我们回收 所以我们现在要 我们要先休息 你能听到 我们知道了 如今SpaceX战功标柄 下一步就是挑战 载人火箭升空 一旦成功 太空飞行 甚至星际旅行 将会成为可能 3D新闻 中国报道 也许人惊讶的科技 来看有意大利的电动车厂 和中国的3D列银公司合作 打造出了一辆 3D列银版的电动车 它叫做LSEV 主打三天就能够 印出一辆这样子的车 而且售价非常清明 只卖30万台币 预计4月份就会上市 创新小巧 外观前卫 你能想象 眼前这辆车 全是印出来的吗 除了车外的玻璃 车内的座椅 方向盘 液晶屏一般 整辆车 都是3D打印完成的 来自意大利的电动车厂 找上中国的3D列银公司 打造出全球首款 全列银的双人座电动车 LSEV 材料还是以玉米为原料 让环保无死角 LSEV最高时速 虽然只有70公里 续航力150公里 但3D列银的制造速度和成本 让各家车厂望尘莫及 普通汽车 可能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 而LSEV只要57个 并且真的是只用三天时间 就能打印出一辆汽车 不止三天就能完成 而且只要大约30万台币 虽然LSEV 预计4月才会上市 却已经累计7000张订单 有别于LSEV锁定小资客群 Vovo旗下电动化子品牌 即将推出的Polestar 2 耗声可以输出高达400匹的马力 满电状态下 续航力长达482公里 突然去年底 在日列瓦车展亮相后 立刻禁验全场 外界估计Polestar 2的定价 可能逼近对手特斯拉 落在136万上下 从客家车上推成出息 蓬勃发展的电泡车市场 也然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在你新闻上的吧 休息一下 稍后节目要带您看 直播打电动 这样可以赚大钱 美国有一个电竞界的直播网头 每个月靠着打电动 竟然赚到3000万台币 另外再来看足球的巨星C罗 可以看到他现在网络人气爆棚了 成为新一代的IG人气网 欢迎回来 来关心中美贸易战 让许多的企业受创 但是最近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他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因为他认为 有九成的企业倒下 跟宏观经济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还说做不好 就不要怪别人 应该要调整战略才是关键 各界却觉得这个马云啊 他话中有话 似乎是在影射苹果 因为苹果近来销售不佳 竟然还怪到了中国头上 副爸爸马云大开示 近日参加世界浙商上海论坛 谈到世界经济局势 不少人赚不到钱 都会怪当前大环境不好 马云认为要从自身寻找问题 不是把责任退出去 这段话马上也被网友联想 难道是说给某些大企业厅吗 就在马云3号演讲前一天 苹果执行长库克 给投资人的信件表示 iPhone销售低于预期 主要问题归咎于中国经济疲软 马上被财经专家打脸 苹果是因为定价太高 没创意才是主因 前后对照马云别怪别人的说法 让不少网友会心一笑 马云真是妙语如珠 至于外界一直不看好 中国经济下行 马云倒是有不同见解 整场演讲 马云力挺中国经济前景 也间接破除阿里巴巴 缩减人员欲缺不补的谣言 光看去年双十一 天猫一天进账千亿人民币 也代表中国内需景气 确实有机会 要怎么抓住最新局势 卸下集团主席的马云 也给出建议 让有想法的年轻人上来 企业家也要思考 重新调整组织战略 才是2019年扭转关键 三绿新闻人影方报道 全球爱话题带您看 直播打电动 竟然可以赚进千万台币 这是在美国的电竞界 有一位直播网红 他每个月就是靠着这样打电动 那么粉丝看他 而且付的月费打赏 还有广告的代员 才27岁一个月的收入 竟然就达到了三千万台币 打电动夸张反应 一头蓝法角色扮演动漫人物 代号忍者的直播实况主 靠着打电动给网友看 每个月就能赚五十万美元 约台币一千五百四十万元 本名布莱文斯的直播主忍者 已玩要塞英雄系列电玩称霸电竞界 从18岁就一路直播到现在 十月成史上首位登上 美国老牌体育杂志的职业电竞玩家 被称为电竞界的跨界明星 是全球收入最高的电竞选手 和游戏直播主之一 不仅靠一千两百万人 twitch订户赚钱 忍者还经常收到观众打赏 换算成钱一个月 就能收下多达六百万台币的奖金 在YouTube更是拥有 超过两千万人粉丝的超级网红 高红后趁胜追击和当红 其他歌手德瑞克组队打游戏 打破twitch同时收看人数记录 忍者忍气不输好莱坞明星 广告代言街道手软 荷包赚满满 年仅27岁 月收入最近更张志 约三千万台币 九月成就 忍者表示 绝对不是靠时事造英雄的运气 战利熊 扣不倒 而另一位的网路人气天网 来看的是足球巨星C罗 他不只是在球场上表现很亮眼 网路上人气更是爆棚 个人的IG就有高达1.5亿粉丝来追踪 这也挤下了小天后赛琳娜 成为新一代的IG人气王 一甲油温图斯的球星C罗 在足球场上表现亮眼 炙炸风云 但脱下球衣一样威胁力十足 他在IG上人气爆棚 拥有1.5亿粉丝追踪 抢下小天后赛琳娜的IG王宝座 成为最新人气王 C罗开直播与粉丝亲切互动 还会每天更新 用心经营让他成功挤掉 赛琳娜蝉蝉两年的IG霸主地位 连受欢迎的美国歌手雅丽安娜 IG人气也只能排第三名 但C罗意想不到的过人之处 还有他 为在家乡葡萄牙博物馆外的 招牌动作铜像 异常突出的重点部位 成为粉丝的热门超胜景点 到此一游 除了要拍照纪念 更不能错过亲密接触的大好机会 雕像从2014年树立到现在 经过全球粉丝不断弦猪手 也让C罗的下半身被抛光 特别闪闪发亮 虽然雕像的脸蛋不如本人 讲帅气 但能主动轻易接触 满足粉丝的心 三星新闻新闻报道 来看到这个球星的收藏 让无数的男性都好羡慕 他是NBA的火箭队球员塔克 收藏的球鞋超过了2200双 另外他也非常喜欢收集豪车 最近他就入手了一辆 超豪华的运动休旅车 而非常特别的是 车商还投其所好 送了他一双这个全球 只有独一无二的克制球鞋 当作交车里 盯着眼前的篮球鞋 爱不释手 拍影片的人忍不住 发出赞叹声 因为这一双 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克制球鞋 33岁的火箭球员塔克 以爱鞋城池闻名 最近收到这双球鞋大礼 白色皮革 红色内礼 以经典Eric Jordan 3为基底 出手如此大手笔 竟是来自休士顿 汽车经销商 原来塔克最近砸重金 买了一辆超级豪华运动收旅车 经销商为了交车礼 要送到新坎礼 请知名球鞋克制室 和克制球鞋公司联手打造 鞋款正好和塔克订购车款的 外观和内装颜色 互相回应 拥有超过2200双球鞋 塔克光在2017到2018年赛季 就花了大约608万台币在球鞋上 但事实上 他除了是篮球鞋霸主 进屋车库内更藏了多款豪车 从保时捷 蓝宝尖尼到法拉利 甚至连14岁时 他妈买给他的金色 Nissan Maxima都还留着 只能说优先就是任性 能像他一样结合兴趣和收藏 包括篮球 汽车 运动鞋 想必献煞一大漂亮心 三连新闻 陈佑伯导 接下来转到日本来看 丰州市场 日前举行了第一次的新年拍卖会 竟然拍出了时尚最贵的黑鱼 重达了278公斤 那么最后的价格是以 3亿3000多万日币 大约是9600万台币的天价来卖出 这比原本的记录 还要高出两倍以上 铃声响起所有人兴奋欢呼 因为日本丰州市场 启动后第一次新年拍卖会 竟然出现史上最高价的 极品黑鱼 就是这条青森大金港捕获 重达278公斤的黑鱼 5号在丰州市场拍卖会上 价以33360万日元 大约9661万台币的天价卖出 成为史上身价最贵的黑鱼 更比原本在2013年 创价的最高纪录还高出两倍多 标下天价黑鱼的得主 就是自封日本鱼王 经营连锁寿司店的社长吴春青 2022年开始 他连续六年抢下最贵鱼 却在去年竹地市场最后新年拍卖 惨遭滑铁炉 痛失七点霸 今年转战丰州 他卷土重来 终于再次抢下宝座 尽管一公斤的单价 就要34.7万台币 但抢到香精的史上最贵鱼 鱼就是第三厅做的最好的宣传 无需再砸钱跟网告 赶紧新闻文件就报道 而冬天到了 当然也要吃火锅啦 但是您知道火锅的历史吗 其实最远竟然可以回溯到 三千多年前呢 其实早在商周时期 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款的火锅 而且在西汉时代 还出现了完胜鸳鸯锅的分隔顶 一次就能够吃到五种的口味 但是让火锅广为流传的 其实是乾隆皇帝 他甚至呢 曾经在一个月之内 就连克了27种锅 每到十岁入东 两岸三地不分老少 一定要吃这一味 不论是气势磅礴的九宫阁 两种口味的鸳鸯锅 还是个人独享的小火锅 看起来朝味十足 其实早在三千多年前 古人已经在吃锅 当时的顶可比锅要大多了 所以想吃火锅 你得先凑齐几十个人 之后顶锁水变成锅 开启一种新时尚 早在商周时期 人们就造出了 现代火锅的原型 比如这个西周的有盘顶 下盘可以放碳火加热 方便将火源与菜品 一起端到桌上 西汉时期更出现 海魂喉童火锅 设计更科学 方便取出烧尽的炭火 随后五格如顶登场 这时是西元前两千多年 很甩鸳鸯锅几条街 不过最早有文献记载 锅物吃法出现在南宋 山家亲贡地书中 跟现代火锅相比 只差肉片先经过调味 当时顶级肉品是兔肉 但野兔毕竟不好抓 古人才吃牛羊凑合 到了元朝 更因为部队远征 开启小火锅时代 后来成吉思汗 发明了一路新吃法 他命令士兵们 用自己的头盔当锅 再把牛羊肉 切成小片涮着吃 不过火锅发展至今 还没走进一般家庭 真正把它发扬光大的 还是这一位 据史料记载 乾隆44年8月16日 到9月16日 这一个月期间 他就吃了27种火锅 共计60多次 自己读论了还不够 乾隆晚年爱办千首宴 八十大寿那一年 更有宠臣 何生负责 动用1550火锅 让众臣哪时上桌 都吃得到热乎乎的食物 做到以后 这成了一个风扇 火锅先在北京流行 后来陆续就推广到 全国各地 就连轻功距离 也忠实呈现 当时吃过画面 不过达官贵人 淡蒜肉 苦力工人 只吃得起内脏 也就是俗称的下水 没想到口感极佳 反倒自成一派 民间更是流传着 毛肚窜七上八下 鸭肠滚 上三下三 口感最佳的说法 火锅一行 就是三千多年 就连蒜肉都分为 以蒜为主的北派 还有以川为主的南派 韬客暖在心头的同时 也不得不佩服 老祖宗的智慧 三连新闻 文明福报道 而今天的全球大搜秘 我们带你来到西藏 来看看这个地方 这是生人物境的 一个神秘禁区 名叫做可可西里 中国有一对夫妻 他们开卡车送货经过 没有想到竟然在途中 就缺氧失温死亡了 因为据说这个地方 海拔高达有五千公尺 已经毕竟是无氧的状态了 那么其中 恶劣的交通跟气候 被不少的卡车司机视为 是回家最危险的一里路 青藏高原 东北部一望无际 杳无人烟 却有一群卡车司机 为了送货到西藏 天天游走死亡边缘 最近一对夫妻 就不幸在途中 失温缺氧身亡 老乡在我的群里面 发了一个求助信息 等会老乡到现场的时候 就是女人已经不在了 女性夫妻生前直播西洋画面 成为人生最后片段 两夫妻才刚为儿子庆生 如今天人永隔 让亲有心碎 河北家桑帮两夫妻举办盛大葬礼 来自中国各地的卡车司机 甚至自发性到场致哀 也有人帮小朋友发起捐款活动 我们从北京过来 然后都是卡友 留下两个孩子也特别不容易 代表我们卡友们 先讲二心 更有其他同行 担心夫妻没完成任务 不得安息 直接开去逝世现场 竭力送货 青藏高原北部 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 面积大约一个台湾大 名叫可可西里 女性夫妻就是在这里不幸丧命 有藏羚羊 野牦牛 但交通不便 气候恶劣 让可可西里变成 深人物境的世外桃源 海拔上升1000公尺 含氧量 断结10% 3000公尺以上高山 最高几乎无恙 可可西里的海拔高度 在4500至5000米左右 这样的海拔高度 意味着含氧量 仅为平原地区的50% 过去有勇者试图骑单车 横跨可可西里 最后人间蒸发 这个汽车是用不着这个东西的 在一条水平线上 补太胶水 还有单车专用的东西 葬身在这里的人不在少数 现在也有夫妻 为了谋生送命 也让外界见识到 生命进去的可怕 在那新闻直播到 只不过是庙里头来了两位女性徒 竟然就引发了街头暴动 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发生在印度 有两名妇女在印度 在警方的保护之下 她去神庙里面祭拜 让保守派竟然气到上街 与警方爆发了冲突 造成了十多个人死伤 那么只是因为 这座神庙200多年来 一直是禁止有生理期的女性 来进入祭拜的 那么现在事件曝光 也反映在印度 其实女权非常的低落 日前就有500万的印度女性 在网路上发起号召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女权的议题 印度南部克勒拉省 两名女子身穿全黑服装 在警方见护下 快速闪进神庙参拜 仍然这项举动 却犯下印度教信徒最大禁忌 因为这座古庙 严禁女性进入长达200年 狂热男性徒上街抗议 警方发射震探弹 喷洒催略瓦斯驱赶 街头演变成宗教战场 国庙隔天甚至紧急关门 进行进化仪式 很难想象2019年 还会发生这种事 沙巴瑞玛拉庙 禁止10到50岁女性进入 理由太迷信 连当地人都傻眼 去年9月 印度最高法院下令 神庙必须开放所有人进入 庙方始终不愿敞开大门 保守派每天自发性把关 看到女记者来访 差点爆发流血冲突 女性徒长期被欺压 终于发动抗争 在印度各省份 逐起女权之墙 绵延620公里以上 等于从台北到冲绳 但印度执政党不但不停 还气到跳脚 在野两大党难得意见一致 反对法院裁决 印度总理莫迪 立场同样摇摆不定 就怕宗教争议 因此往五月全国大选 百年宗教传统早就过时 不过庙方坚决不妥协 还一想天开 找出能让女性进入寺庙的怪招 不光宗教方面 印度女权低落 早就不是新闻 2012年12月 妙龄女子在公车上 遭到好几名男子性侵 最后器官衰竭死亡 当时就曾掀起大规模抗议 女生只能学拳击 学空手道自保 或当其警察 保护姐妹同胞 我们不想像印度的女孩 所以我穿了我的衣服 我穿了我的衣服 我穿了我的衣服 我穿了我的肩膀 我希望有错的 因为如果我穿了 我比我穿了我的衣服 我还在危险 如今印度女性挑战 中早竞技 再度冲撞体制 尽管距离完全平等 还差十万八千里 仍为印度女权 写下全新一页 前列新闻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中国的山寨 真的是越来越没有极限了 日前长城汽车就推出了 最新的量产型电动概念车 欧拉R1 那么就被眼见的车迷发现 说这款车的外形 和2017年的本田汽车 展示的亨达Urban 电动概念车 非常的类似 甚至连车头灯的设计 也如出一彻 嘲笑 这明显就是在像本尊自尽 蓝白色系的车体 小巧摩登的造型 充满时尚感 中国长城汽车 2018年 推出了量产电动概念车 欧拉R1 获得不少车迷关注 就是它的整个外观 非常特别 让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一台电动车 就不会跟汽油车 手上任何的关系 只不过却有人发现 欧拉R1的外形 和2017年在法兰克福车展 亮相的 Honda Urban 电动概念车 有87分项 仔细一看 欧拉R1 不但车体线条 复刻 欧拉R1 甚至车头灯的设计 更是完美神还原 然后不少网友直呼 这根本就是 像 欧拉R1 致敬的 山寨概念车 它的外观上 使用了非常多的 圆形的元素 包括 这个圆形的 远金光液体 LED灯 还有这些圆形的 浮点的装饰 尽管山寨卡 欧拉R1 车身最大驱航力 可以达到 351公里 比Honda Urban 外船的250公里 还来得多 但实际性能和 耐用性 还有在市场考验 这项定位为 高档车款的 Honda Urban 今年才会正式 公布量产车规格 并开放预售 让车门队本尊 有更多期待和想象 散离新闻 为您的报道 好 再来看 中国有一名网红 他专门发明 各种创意的废品 好 他的怪异发明 包括像是 结合了菜刀的扇子 还有自动寿司喂食器 甚至还有钞票打脸机 这些无厘头的发明 也让他被网友 封为无用版的爱迪生 菜刀扇子 菜刀梳子 还有菜刀手机壳 用这个手机壳打电话 感觉非常拉松 你可以一边切菜 一系列无厘头的怪异发明 全出自中国大陆河北农村子弟 耿帅的双手 我的灵感 一般都是来源于生活 现在主要做一些 不去钢的制品 发明小创造之类的 他称自己是手工梗 从北京返乡 玩起袖子做工艺 但绞尽脑汁的精心创作 每每出品都被网友 称为废品 我发明了这种 可以旋转的预想 我吃不了肩膀 无用生活小物包罗万象 从挫藻宝剑 铁碗耳机 到接西瓜之神器 保定爱迪生 在网路上爆红 吸引外媒报道 但与他有相同频率的 还有日本美少女藤原 马里菜 同样有着五花八门的 废柴发明 边走边充气的 风凶装置 自动寿司喂食器 还有钞票打脸机 各种令人会心一笑的 荒唐小物 不但掀起话题 还抓住了眼球 在网路上创造出高人气 三天新闻 陈思伟报道 欢迎回来 来看日本的职业围棋界 出现了一个超级新星 她是一位 才小学四年级的天才少女 今年四月将成为 职业的骑士 这也创下了日本史上 最年轻的记录 记者会上羞涩可爱模样 让现场的大人们 会心一笑 年仅九岁的日本天才少女 终于警经过台湾 旅游骑士张徐等 六名职业选手审查下 以致通过 将在四月获得职业头衔 今年四月才满十岁 众议警打破九年前 腾泽理赛十一岁六个月 还有2004年 台湾骑士先一名 十四岁入断的记录 成为日本骑运史上 最年轻职业骑士 父亲终于信也是围棋九段 母亲则是前围棋指导员 家学渊源 终于警三岁就开始接触围棋 五岁在烟鱼赛 创下最年轻获胜记录 终于警六日即将与日本 五贯网景山御泰对战 而去年十一月从警山手中 夺回名人头衔的张许 对众议警赞赏不已 只说这个九岁小女孩 比小学时期的警山 遇态实力更坚强 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似乎是指日可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三六零大世界 我是魏文元 我们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